亚洲投顧的五月展分析师 讲个早安 雨三早安 我们看到台股连续两天出现了震荡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止跌反弹的讯号呢 那我们看到AI的指标股连续两天都沦为了重灾区 破盘大特价的进场甜蜜点到了吗 雨三指的应该是指创意嘛 创意连续两天跌停 本来市场看好的 个股忽然连杀两根跌停 其实说实在话 他上礼拜的法说 其实说NRE的认列 NRE业务的认列可能会落到明年嘛 所以今年的营收展望 获利展望会下修嘛 但是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新闻也是挺有趣的 就第一个 他这个案子不是没有了 只是遞延 所以意思是说本来应该认今年的 就认到明年去了 那这种状况底下照理讲 那明年是不是应该更好 概念上是这样 那所以这波回档应该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觉得应该是买点的几率是高的 OK 那简单讲 我们在操作上面 当然我们不会说去拆低点 去做买进的动作 这个我还是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强调 那他今天既然连续两天的跌停 然后今天是怎么样 今天是开低完还有往上有站回到季线 但是又再下杀又没力嘛 又继续下杀跌破季线的位置 所以跌破季线这边我觉得还是要先做一个观察 先不急于去做拆低点的动作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再来 他当然他的下杀就会拖累 那个其他相关的个股 所以今天包含像那个 其他的那个IP的族群 其实表现也都不太好 那当然从那个另外一个3661的事情KY来看的话 昨天其实当然也被那个创意拖累 盘中也是杀到跌停 然后最后尾盘也稍微收上去 然后今天其实开盘在月线附近 到目前也是一个跌破月线的位置 所以整体看起来他们这一组还没有明显的回稳的动作 这是一个点 然后再来我们看近期AI比较 那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像广达伟创等等的 伟创盘中也稍做一个反弹 然后但是到目前还是等于是大跌7% 这个位置也是跌破月线 应该说来到月线附近做个商家震荡的状况 那以他们这种的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第一个 我们先从前天7月28号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当然是出关 整个量就出来 但是昨天就一根长黑K 这个黑K就比较 看起来就好像这个量就稍微有点起来 然后今天这样下沙 又是等于是出量 而且现在是11点22分 还没有到收盘 所以尾盘它的量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回头去看 像那个1513的中心店 之前也是一个立空 必然的立空 连续两根跌停锁死 然后再来在7月21号开出来之后 打开跌停之后 当天是报一个大量 那天报大量 那天我们应该就跟大家讲 守住这根大量红K的话 也许可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的位置 所以当天的低点是来到114.5 然后报一个大量 就隔天我看一下 低点106 106 然后再隔一天7月24号 来到低点105 就后来当然收盘 当天的7月24号的收盘也来到106 所以看起来这个地方 好像又有点止跌回稳的一个迹象 然后昨天站回季线 不过今天当然又跌破季线 又再继续往下回撤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可以注意 就是低档报大量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当我们出现低档报大量的时候 比较有可能是相对低点的到来 所以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创意 或者是那个微创光达AI等等相关的个股来看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同样的道理 因为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很多次 所以简单讲 这种状况就是低档 等到那个低档出大量的时候 应该就是承接的买盘出现 也就是我们在技术分析常讲的叫下差取量 下差取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见到低点 那当然我们在选股的过程中间 还是希望选择有一些基本面支撑的个股 比如说像那个3693的银帮 当然今天最低也杀到跌停 那这个位阶它是昨天前天 连续两根涨停之后 当然昨天涨停是有打开的 那今天跟着AI这个一路跟着一起被杀 但是杀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发觉这个位阶是不是刚好有回撤什么 之前的缺口的位置 我们可以注意到7月26号的高点 大概在380 那今天的那个跌停价刚好也是380的位置 那这边刚好有一个涨停的跳空缺口 那会不会刚好今天是一个回撤缺口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可以注意 那如果是像这种的格局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 那当然以那个我们讲代工五哥 广达伟创等等的 因为他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坦白说 在那个AI的那个题材下面 真的是暴涨 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它的营收的角度 或者是那个财报获利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都没有一个明显的成长 所以你说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偏向是一个题材性 不过当然那个上周我也 那个参加一个节目 有聊到这一个题目 那个当然讲的比较多 我们这就大概概述一下 简单讲过去我们讲那个代工五哥 EMS代工的这一块 其实过往在那个PC的时代 跟那个手机成长的时代 其实他们都有享受到比较高的本益比 所以以前坦白说 我们很久以前在看股票的时候 大家才讲说电子股本益比要多少 很多都讲三四十倍 三四十倍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试况好 所以本益比拉高 这件事情其实是合理的 其实是合理的 所以你说这一波那个AI的这个题材 然后包含如果下半年或第四季 整个消费性的电子 能有所得回温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个题材都还是延续的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个股 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不过当然这就要端看你手上的个股 是从低档报上来 还是说现在是空手 那当然如果是空手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在四季去找机会 去做一个介入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 因为我们昨天在看股票的时候 我也发觉一些的个股 譬如说像那个6176的瑞宜 它全球最大的背光模组厂 那背光模组的应用在哪里 当然就是面板啊 对不对 那个瑞宜它居然第二季的 那个EPS是做一个大幅的成长 我没记错的话 我跟第一季比 它寄争率大概是303% 所以你看第一季真的很差 但第二季有一个大幅的回升 那是不是代表 面板是不是相对的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第一个点是这样 然后再来包含 像2458的翼龙 它是全球NB的触控板模组 跟触控IC的龙头 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营收 6月那个第二季营收 它的那个寄争率大概是26.5% 所以看起来第二季也优于第一季 然后另外包含3034的联友 它是面板驱动IC的龙头 它的QOQ 第二季的QOQ也是来到26% 然后包含那个3438的 类比科 它也是面板电源管理IC的龙头 它在那个第二季的QOQ也来到27%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以这些个股 我们从这种叫button up 从下往上的思维来看的话 这些个股既然在第二季的营收表现 都有一个相对第一季来一个反弹的状况 那是不是可能 第一个就是那个相对景气 其实也是来到相对低档的位阶 那接下来可能也会不错 那当然包含今天早上的报纸也有提到 中国它第二季的那个 那个GDP的成长率 其实也拉高 所以全年可能也上下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5.5%左右 所以其实还是维持一个高成长 所以中国的那个经济的状况 在这种消息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而言 过去是不是有点过度悲观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当然以美国的经济来看 美国其实经济也都是位置一个 还OK的状况嘛 特别是近期在那个通膨 看起来也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抑制 所以对于下半年的状况 或者是对于这两天的沙盘 大家会紧张的同学 我们就用一些这个基本面的数据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建议大家先不用过度紧张 反而是事实等盘式回稳的时候 去找一些切入的机会 给大家做个参考 到了这个创意试心啊 这个摔的鼻青脸肿 这个IC设计的两样型持续上演第二天 因为联发科连续两天是上演补涨行情 那么攻上了700块钱整数关卡 现在外资的乐观派 甚至上看目标价是800元 老师怎么看这个联发科关键点位啊 其实确实这个地方 联发科刚刚就算漏掉了 因为昨天起联发科就大涨嘛 那大家知道联发科本来就是全球的智慧型手机晶片大厂了 不能讲龙头了 然后又还有高通嘛 但是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股价走势其实对于整个手机的景气 我觉得是一个先行的指标 可以这么讲 那么从第二那个台积电法说会来看的话 其实台积电他相对衰退的是在哪一块 其实就在消费性电子这一块 所以如果联发科在这里股价有一个适时的表现的话 其实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手机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差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差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点 那当然刚刚讲到这个联勇之后 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一下 像那个8016的细创 今年表现不错 天玉 瑞鼎 敦泰等等 今天都相对我觉得看起来 在可以说是那个一片绿油油的状况底下 我觉得他们这一组看起来表现都还是OK的 然后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 像那个什么 那个3189的景硕 虽然他在那个AB5三雄里面 他都是相对比较疲弱的 但今天好像表现也不错 也4%多 那昨天他是建一个低点 但是可以看到 昨天是破了一个整个整理平台的低点之后 今天就马上就反弹 所以看起来是有点破底般的格局 那再来包含像星星南电等等的 其实他们前一波涨势比较凶嘛 但这一波回撤之后 是不是 那个也会回到一个 那个可以相对承接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那当然近期 包含外资持续都在推荐的像2383的台光电 甚至像本土法人 近期也出一些报告也写得不错 其实台光电 他在这一波 真的是一个强势的上涨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 回撤一次五日线跌破 隔天站回 然后在那个7月21号 那天我记得也是大盘不好 那天开盘直接跌破十日线 但是当天立刻一根残红 又站回十日线跟五日线 然后接下来继续上涨 那你看今天他又回到了五日线附近 而且这两天的黑K 其实是那个价跌量缩 其实价跌量缩的格局 看起来他的多头的气势 是没有被破坏的 这部分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然后再来 其实你看像那个之前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像面板的族群 面板族群 我们是不是说长上来 其实守住20.5的位置 其实我认为应该还是偏多思考 其实看起来是有这个机会 那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友达 那现在讲群创的状况 其实群创今天早上 早盘还有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17.3元的位置 所以整体而言 你说面板的走势 好像也并不疲弱 所以在在的这些的 个股的走势的状况 其实都给我们一个印象 就是说其实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差 那为什么这两天会杀成这样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是主观性的猜测 这是第一个点 我们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过当然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讲到台币的部分 今天台币还是维持一个疲弱 所以看起来外资还是持续在沙盘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几天 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思考 就假设外资要回流 因为美国那边 连总会传出来 也是说9月可能会不升息 但是OK 如果不升息的话 那个外资持续回流新市场 我觉得几率是相对高的 假设前提一 就是外资如果回流台股的话 那我觉得主流回到电子族群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 如果是外资会怎么做 我会先做个沙盘 先把一些筹码杀出来 把一些散户的浮动的筹码杀出来 杀出来之后我再承接 那免得我推上去之后 你们再到货给我 那我不是给谁 所以第一个外资的角度可能是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是说 如果现在的台币持续维持一个弱势的 就是外资如果流出的话 那如果外资流出 那我觉得就会回到内资主力 就是内资会亲爱的个股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认为也许就可以回到 比如说像生计的族群 因为坦白说像第二季 EPS有稍微成长的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过去已经有公布的 大概像什么大疆和康生 其实像这种 它其实有基本面的撑腰 那有没有可能也是回到一些 相关的生计来变成主流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有 那当然在布局上面 如果是散户的角度 也许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分散配置的一个状况 然后试那个法人的动态 或者是内资的动态 再来做一个相对应的调整 这部分操作策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现在AI跳水资金还会逐渐转向车店族群吗 现在大陆要推出新的经济政策 像是挺新能源车 要激励比亚迪等当地的造车势力量能大增 而且扩大车用组件的拉获动能 台厂像是台办强茂德维等 比亚迪的大陆主要车厂 重要协力伙伴都将受贿 这个车店股有没有机会 接棒AI来助攻台股继续往上 其实我也是觉得可以期待 但是实际上来讲 就会有一个点 就是说他们的技术面的走势 看起来真的还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 不过当然今天早上的新闻也提到 说什么 竹科开始用电动巴士 载工程师了 所以今天早上也说到什么 鸿海的交车 去年好像交20辆 然后今年的上半年 我们讲电动巴士的部分 要交车50辆 全年目标是100辆 所以你说电动车相关的题材 我一直都认为 确实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技术面 还没有相对应切入的一个指标 这个地方还是要客观的跟大家讲 不过当然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像2301的光宝科 不过光宝科 因为它规模实在太大了 业务的多样性也非常够 但是以他们的走势来看 第一个他们题材 也许有AI有部分 电源供应器 充电桩等等的 光宝科在昨天 高档杀一根黑K之后 其实今天看起来 也有一点回稳的迹象 那当然讲到光宝科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2308的台大电 台大电应该是 今天要做法缩 对不对 但是你看光宝科 有先动了 昨天台大电其实也创高 但是今天看起来 也都是有做一个稳盘的动作 所以你说这一类的族群 可不可以持续关注 其实我会认为 在充电桩等等的应用上面 其实未来的拓展性 都还是非常高 所以当然你说电动车 充电桩 AI等等的 这些都是大的话题 而且这些话题 对于台厂的供应链 其实都会 我认为都会受惠 只是从中间来看的话 哪些的个股 比较容易有机会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找 因为毕竟现在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 好像真的还没有看到 电动车回到主流的感受 客观讲是这样 但是当然 这个部分 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 像那个充电桩的个股 过去我们是推荐 那个3078的乔威 但是乔威 之前我们获利出厂了之后 它在这一波 其实也是维持一个 强势横盘的整理的格局 不过相对应 像那个2457的飞鸿 它在这一波建高点之后 其实到目前是跌破月季线 跌破月季线 就持续往下探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操作上面 当时其实我们互相比较的 还有什么 3046的建基 那建基其实也是跌破季线 也是跌破季线 然后包含像248的连宇 也是跌破季线 所以这些的族群里面 看起来好像像什么 像那个6282的康书 跟我们刚刚讲 3078的那个乔威 甚至像那个6290的梁维 就目前来看 它们是相对应 在技术面上 我觉得表现看起来 是比较好的个股 那当然其中梁维 之前前一波 大概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有一个高点 然后下沙 下沙完在这边 看起来是不是有缓慢 开始足底的一个迹象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以充电桩的状况 来看的话 是不是还是可以 从中间去找寻一些标的 这部分我认为 还是可以 往这种角度去做思考 上半年国内的 半导体检测分析三雄 包括了宜特 红康 泛权 业绩都较出了 强劲成长的表现 上半年获利 也都创下了 历史的同期新高 那业者也同步看好 下半年的展望 这个半导体检测的分析三雄 也会成为至今的避风港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 倒不错 而且我个人 其实也蛮看好这一段的 那当中当然 今天那个 红康是一个强势涨停 他应该是前天 就一根涨停突破 创新高 然后连续两天都拉升 今天来到299 两天的价位299 所使 明天就要挑战 三百元的关卡 那其实在检测三雄的部分 当然红康就是 当然的老大 我们讲营收来看的话 那当然是老大没有问题 那中间当然 宜特啊 饭泉啊 等等的 其实我个人 第一个 我们先跟大家分析 分享一下 就是在半导体的部分 检测有很多的分类 就是譬如说 良率的分析 然后材料的分析 等等的 那当中以材料的分析 是毛利率最高的 那材料的分析 重点在哪里 大家 其实我们过去 有常给大家看 那个像什么 像那个FinFed 就骑士厂销电晶体 然后GAAFed 就是Get or Run 就是现在 那个三星在做3奈米的 这个技术 那当然 财经验晶到2奈米之后 也会用到GAA的制程 那以新的这种 新的制程 进入到更萎缩的状况底下 其实材料的分析 就更加重要 就更加重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检测三雄 在未来的前景 我认为都是持续看好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当中为什么 我会比较看好饭权呢 因为第一个 他IPO没有多久 那现在位置 是在创历史新高 然后再来 我们在饭权的看法 第一个 他在今年还是明年 都有扩产的计划 甚至台积电的熊本厂 那他可能也会跟着去 做设立服务据点 那他在两岸的布局 其实也是有的 所以包含中国的半导体制组 然后包含台积电的国外设厂 他们可能应该都会跟进 所以在台积电持续推动 先进制程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认为检测三雄 都会持续受惠 那中间我觉得三档 其实都还不错啦 那中间就从技术棉 再去找一个买点 然后就不然用这样的建议 给大家一个参考 给我记住吗? 我记住了 中间是一档